对啦 那是真的看我们的事啦 每次来他都讲 临时有问题也没有做到 你给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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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现在就在 Pontraja Center 布城中环车站 准备体验这个 在布城范围进行试跑的 制轨电车ART 那踏入项目试跑的第四个周末 民众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而这个还没在国内正式运行的 公共交通 又有什么特别之处 马上跟着 热点Hot Sport的镜头 一起来开箱这个 制伪电车ART吧 感觉如何 感觉啊 很开心 它有比较像很长的巴士 可能他们的ART 没有办法就让阿拉斯的ART 然后他们的报告 第二次 那时候 那时候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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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 因为我对ART 很有兴趣 因为星山也是要推行ART 第一计划了 所以我是想来先试看 了解一下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东西 这种ART 全名叫做 Autonomous Real Rapid Transit 是一种融合现代有轨电车 和巴士的新型交通工具 它的特别之处 在于它使用了虚拟轨道跟随技术 利用感应器来识别路面上的虚拟轨道路线 让列车通过这些路线来实现智能运行 只不过现阶段在布城 还没有使用无人驾驶的技术 还没有做车 还没有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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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明天有 明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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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在总统 那如果要说到 这个ART的外景 勾到它看起来就像是一辆巴士 但内在却像是轻快铁 这辆ART全长120米 共有三节车厢 可以容纳200到300个人 ART的上方还写着 跟德拉安斯当地Wuji 表明着它是一辆在试行中的车辆 而且还提醒着人们 它可不是普通的巴士 而是一辆电动车 什么 什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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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车厢后会发现 ART的内部构造 其实和轻快铁大同小异 只是座位比较少 空间也相对小 那ART的行驶速度 对比轻快铁也是相对缓慢 但是车内的环境是比较安静的 除此之外 ART也设有各种俯首 以及优先座位 方便承搭的乘客 每天都觉得 好像 我们在车辆 但不是 我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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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像在车辆 但在上面 车辆 轻轻 像轻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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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他的内部构造 其实 最好 超新快乐 但车辆 比较鱼 更大 跟车辆 不仅仅 轻轻 出口 轻轻 骗车 轻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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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 轻轻 我只要在这边 就像这边 这边有的电源 26.8% 有电源 这边有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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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有电源 有电源 真的 我只能够认识 我只能够认识 我好像不太厉害 但我们看一看 我好像不太厉害 我好像不太厉害 但我相信我会回来 可能一天不太厉害 Mutra Jaya的马路也比较宽阔 也比较平坦 如果是在好像 不久 KL Jaya Clan Clan 我觉得那个马路可能不适合 如果Jaya Lan Jam 很稍微 像他在Jaya Lan 自己好像DRT 我觉得 他可能就是 比较长的巴士 Jaya Lan Jam 这样走吧 这次来到不成体验DRT 发现不少受访民众 目前的评价 还是相对正面的 只是当他正式运行 成为公共交通之后 感觉可能就有所不同了 那其实DRT 并不算是一个 太新鲜的公共交通选项了 荣佛早在2021年 就进行了为期 三个月的DRT試跑活动 而荣佛州政府 目前是倾向于建DRT 而不是LRT 来缓解交通组织的问题 因为DRT成本更低 效率更高 而沙拉与ART的 新出一条路线 也预计会在2026年 投入运作 就不知道不成 会不会是下一个呢 这一条路线 这一条路线 他可能会给了很多 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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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了 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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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如果 改变正式推行 都会出现很重要 还有 在客量很重要 无计划 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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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第一次之前有来过 每次来他都讲 零食有问题 也没有做到 尤其是他有节奏 因为他有节奏 可以看到不少民众 特地来尝鲜 甚至还有人不断 和ART擦肩而过 那如果想要知道 更多有关这个ART的 最新通告 可以到 Pubadana Putrajaya的官网 或者是面子书浏览 以免扑空 最后也顺便提醒一下 荧幕前的你 这个ART免费乘搭活动 维持两个月半 从5月15号 一直到7月31号 有兴趣的朋友 就不要错过了 那如果你喜欢 热点的这支影片 记得按赞 并分享出去啦